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函数的一个问题 什么参数的问题 参数分行参和实参 行参是生命函数的时候写的参数 实参是用来给实参 实参用来给行参复值的 对吧 参数的个数要对应 参数的类型也要对应 这是咱们声明参数的一个特点 当然了 大家肯定有疑问 如果个数不对应 行不行啊 对吧 这是后边咱们会介绍的 可变参数的时候 会详细的跟大家说 现在不要着急 现在咱们需要学的是 先认识什么是参数 对不对 那有了参数 咱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就可以改变函数的内部行为了 对吧 那么声明函数的时候 还有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 这个函数 妹子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我调用完 它执行完输出完 是不是就拉倒了 拉倒了 大家听过吗 都没话 对不对 也就是执行完就完事了 对不对 很像是一个过程 对吧 没错 一个函数 如果没有返回值的话 它就是一个执行过程 就是执行完就完了 知道吗 那一般还是是一个独立完成 还是定义 大家再回忆一下 一段完成指定功能的 以命名的代码段 对不对 那它既然完成指定功能 也就是完成你安排给它的一个任务 对不对 那大部分函数 你给它安排任务 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 它需要把结果是否反馈给你 对吧 所以说一个函数 还有一个结构 有的时候咱是经常写的 就是反回值 那咱们就拿这个函数为例 现在 我调的时候它打印表格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做 可以让它打印表格 我也可以想把这表格 把它存到数据库里去 或者存到文件里去 我想实现这个功能 不仅仅让它打印在屏幕上 对吧 我把这表格存到文件里去 就是这两个表格给它存到两个文件里去 能不能做到呢 那现在我们想做到这个 就需要把结果的反馈给谁啊 反馈给调用着 它处理完的这个结果 反馈给调用着 当然里面是很有输出的 对吧 那这里边这么多自乎串 是不是都输出了 我怎么反馈给调用着啊 那我们只需要什么 把这些东西 因为它是打印表格 这个整个表格是个自乎串 把它变成一个自乎串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那怎么变呢 看一下 这块是个if啊 升为一个自乎串 点等于 这块是个输出啊 升为一个自乎串 点等于 只要有输出的地方 都变成一个自乎串 点等于 这块是不是还有输出啊 嗯 三六块STR 点等于 还有这块 三六块STR 点等于 还有这个地方 三六块STR 点等于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那这件事 可以了 如果我直接在这块 把整体输出 那跟原来结构 是不是一样啊 对吧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一下 我稍息一下 当然这块 没有定义这个STR 这个变量对不对 这不要紧 我在上面还是把这个注意 给平掉啊 一二二三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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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显示 把所有的吧 所有的错误 或者我直接把所有错误先关掉 但是所有错误关掉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你对于一个形容来说拉个号拉个错误的话 他都看不出来对不对 因为这个注意 我现在不想再影响我页面的结构 所以我要简单写 这个评价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嗯 这不是直接输出 这现在不是反复值 对不对 什么叫反复值 直接ReTEN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就把值反复给调用值了 那什么就是把值反复调用值呢 我现在加ReTEN对不对 在哪调用 值就反复给调用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输出一下 现在有输出吗 没有 值反复到哪了 这一包 调用处了 看到了吧 那前边我再加个输出 他反复的做算是不是在调用处啊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现在我是不是只输出一个 嗯 看到了吧 那如果这个我想把这个第二个表格我不输出了 对不对 我想让他参与运算 可不可以啊 那我这话可以直接再连接什么什么做不算 听懂吧 因为返回的整个调用的地方 就是ReTEN后边的东西 你想要ReTEN后边的东西参与什么运算 比如反复5 假如说这块反复5 对吧 你看上面我这先运算啊 那你看上面结果 你里边的过程现在担心不管啊 就反复给5 那这个函数名就代表的就是5 是不是就是5 那我这个值还可以参与直接还是参与运算加10对吧 然后输出第二个函数是结果是我加10是不是反为什么值5对吧 第一个我是下面输出的 所以呢 函数是调的就是这个反复值 没有理解吗 那我同样的话再回到这个字幕算 刚才他说了我第一个输出第二个是不是有反复值了 你看有反复值我们也可以在外边独立输出 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有反复值作用比刚才过得还好一点 拿到值之后我不非得输出吗 我写到文件是不是行 那先教大家一个系统函数 用系统函数可以轻松的写到函数里边 file什么 put 写到比如说demo.txt这个文件里去 看到了吗 或者写demo.txt文件里去 你看我当前页面里边有这个文件吗 没有这样填文件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一运行一下 是不是输出一个表格 另外一个表格没输出 你看是不是生成一个这个文件 而这文件咱们打开看一下 就是生成的这个表格 看到了吧 对吧 是不是有反复值的程序和函数 和没反复值的函数 是不是有一定差别的 有反复值的函数用途更大 但是有的函数你就不需要反复值 就能执行完处理一件事 最大的不需要给你反复结果的话 那你可以没有反复值的 对吧 那咱们再说一下反复值的一些注意事项 只要是函数这个执行到return 那立马把值返回 然后函数终止 就知道吧 也就是函数如果遇到return 函数的return下边的所有代码都不会执行了 如果在别的语言里边 你在return后边 如果再写代码的话 会提示你永远执行不到的所有 因为函数return 永远return的话 就证明函数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想提前终止函数 跳出函数的话 直接return空 听到吧 函数就直接停止了 明白这意思吗 就像咱们循环中直接想结束循环 用什么关键字 break break 对吧 一个意思 想终止函数就违离 对不对 但是呢 它除了有终止函数的意思之外 还可以返回值的作用 听懂吧 所以在后边 如果你再写任何代码的话 虽然P2P不会报错 P2P不会报错 但是呢 会怎么的 后边写的代码是毫无意义的 根本不会执行到 听懂吧 这就是咱们说的函数的作用 所以通过这个 咱们总结一下 函数 怎么的 得有名字 对吧 得有参数 是不是都有反位值啊 其中函数名字是必须的 对吧 所以函数名字是必须的 这个函数名字是还是自己定义的 对吧 那定义函数名字的时候就需要有几点注意了 首先 第一个我要提示大家的 函数名定义的时候必须要有意义 为什么有意义呢 如果你随便定义ABCD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这函数干嘛了 对不对 如果你定义有意义的名字 一看函数名就基本上知道函数的功能了 对吧 那函数名的命名规则呢 你也可以很随意 对吧 但是我建议它跟变量的命名规则是一致的 什么呢 驼峰是命名方法 如果有多个单词组成 第一个单词寻小写 以后每个单词的首次不大写 这是咱们说函数的命名规则 当然函数名是不区分的那种写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函数名的命名规则 对吧 第二个咱们要注意的什么呢 它大量的 它的命名规则基本的变量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怎么呢 重复的函数名是不能声明的 比如说 我table这有了一个对不对 我再faction 我再来一个什么 table 对吧 当然了 现在你是看不出不行的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 我刚才评论是屏蔽这个了 对不对 这个没把那个屏蔽掉了 用系统的配置就给屏蔽掉了 你看 是不是掉用了重复定义的table 是不是就不行了 嗯 所以呢 函数名不能重复 不仅不能跟自己的重复 也不能跟系统还是重复 记不记得前面再有个get table 获取类型了 有这样的一个函数吧 有 那我现在 看一下 是不是告诉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呢 函数命名的时候 不仅和自己定义的不能重明 也不能跟系统的重明 OK 那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 看一下 这就是函数的定义格式 有综合号的地方都代表可选的 第一个 用faction指定一个函数名 对不对 参数 是不是可以指定一个一个指定多个呀 然后里面函数底是不是有反位值啊 对不对 反位值有这个 然后 第二个函数是函数名 对吧 所以函数这个名称非常重要 在上面函数的时候 它是给函数几个名字 对不对 那 调的时候 函数有几个作用 在使用的时候 你看我总结作用 大家也听好 第一个 在这块使用的是函数名字 第一个函数名有调用的作用 也就是启动对函数内部执行 有这个功能吗 有 再有 它可以有 通过这个名字 后面画号 是不是可以传递参数 是不是两个作用 再有 它可以代表什么 函数体内部 retend后边的值 对吧 所以这个有三个作用 在一个表达室里边 函数是先执行的 优先基因比较高 在一个表达室里边 函数先执行的 比如说 将这个tacle加5加6 对不对 拿了tacle在后边 有可能是tacle先执行 值拿过来之后 整个表达室执行完之后 再整起的运算 这就是咱们看到函数定义的 这些运法 其中参数 不写行不行 你不需要可以不写 反位值不写行不行 你不需要也可以不写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注意细节 字典函数 函数名 不区分大家要写 对吧 命名时可以自己生命函数 或者pap 怎么 命名时不可以使用 自己生命过的函数 这不都聪明 对不对 标的命名是以字路下落线 对吧 这些开头了 跟变量命名基本上是一样的 参数呢 参数之间是用多少隔开的功能 都说了对不对 不需要参数是可以省的参数 反位值呢 是什么 反位一个值 还是体重 retend 就实现 对不对 对吧 反位之后 基本上后面代码是就不实行了 如果不想有反位值 直接退出 但退出的话 尽量不要写 直接写retend 然后这就是函数的什么 函数的一个基本的生命 对不对 这个函数的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 传递一个参数 累积 反位结果 是不是都有了 那咱们再总结函数 记住几点 我先给大家总结 大家如果没记上的话 你可以反复听几遍 好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函数的话 得需要从几方面了解 第一个 先了解函数的功能 对吧 你不管是自己写 你也要知道函数功能 还是用别的 也要知道函数功能 因为函数功能是决定你 这个函数你用还是不用 是不是这意思 假如说你明明要两个是相加的函数 那么要了什么 两个是相成的函数 那从功能就能去看看哪个用吧 第二个 交流得参数 参数有几个 每个对应穿什么类型的值 对吧 第三个就是反位值 反位值决定什么 调完之后怎么处理 对吧 任何事都可以做成函数这些 对比如说 假如说我派你去出差 对吧 那出差干活这个事是不是你去干呢 对不对 我只要调一下你这个出差的动作 对不对 那 我是不是得给你提供什么 得给你提供 你参数啊 比如说到哪去出差 对不对 提供费用 对吧 提供联系人 那你知道到哪去提供联系费用联系人 大体的事怎么做 是不是出差你自己去办呢 嗯 那你办完之后是得把结果反了给你的主管啊 对不对 对 那任何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的 那写函数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OK 嗯 那最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函数大家可以读一下 这就是什么累积传多少个数 这个数的累积的核用一个循环来完成的 我就给大家做实验了 然后最后咱们再看一个知识点 可以用这个去判断一个函数存在 这点很重要的 嗯 那比如说 上面上面这个函数对不对 如果存在我就用不存在我就不用对不对 特别是跨版本上的应用 比如PP5.3以后比5.2就多了很多函数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想怎么呢 如果 如果服务器的环境不确定是5.2还是5.3 那你怎么办了 你可以判断 如果这个行人存在我就用 如果还是不存在我就自己定一个 听懂吧 那这会儿可以这么办 如果 F1系列Faction EXIPS判断还是存在 只要存个函数就行了 Table 如果这个Table还是存在 我就输出 什么 存在 否则输出一个 是吧 不存在 不存在 那我们这个Table存不存在呢 存在 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存在 就跑这来了 对不对 那我这块如果我这块 把它改成Table2呢 有这函数吗 没有 没有 那我们输出一下 对吗 是不是就不存在 这个函数是系统给我们提供的 那我们就不用写这个函数 对不对 系统已经提供这个函数帮助我们 存在不存在 是不是可以了 判断这函数 好 那这几个咱们就交到这里 那咱现在把自定义函数都说完了 自定义函数一共就跟这么几部分 函数名 参数 函数体 对不对 函数体呢 就跟你需要去写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就交到这里 谢谢大家